北漂大不易 有房仲建议 如果北漂族一年存不到20万 干脆回故乡 光是租房子就花费不少 尤其最近才又延长了10月底的租金补贴 租屋族则是很感叹 根本是看得到吃不到 还有房东喊出 一坪大货贵屋可以涉及明星中小学 月租只要2000块引发讨论 想要抢进松山区明星国小国中 家长想办法租户籍 一个月少收 三五千元跑不掉 现在却出现这类出租方式 黄白乡间看起来像个小小货贵屋 号称是套房 可设台北户籍敦化国小 敦化国中月租2000元 同样一张照片又换成说 户籍可设长春国小大同国中 像这样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真的要注意 不过租屋足道是有福了政府推出扩大租金补贴专案 史上最多300亿元50万户截至8月底只有27万户申请 因此宣布延长到10月底 先前在台南念大学的吴小姐不是不想申请 根本是被房东拒绝 政府利益良善 但房东也是会精打细散 尤其北漂族更有感 有房仲颇文说 北漂族如果一年存不到20万 建议回老家发展 否则只是穷忙 算下来一月等于至少要存1万6有可能吗 如果只有薪水的话是不可能的 然后30减8的话只剩下多少 22 而且房租还不包括水电 然后你再吃几乎就是只剩下几千块 张化来台北工作才第一年 22岁的孙小姐生气体会 台北局大不易 要不是为了梦想 还真考虑过干脆回故乡散了 总媒体产业应该都是有一点梦想的人吧 所以我觉得还是想要完成 当初给自己的希望 北漂游子感叹台北不是我的家 昂贵的生活成本实在压得喘不过气来 如果没有斜杠或是超节俭 光靠一份固定薪水 想要有存款只怕难如登天 记者江城俊黄书分特别报道 等一会儿 但是你也能够起来 你会记得天护